杨过自己也不知道 他抛弃的一门武功 竟成就后世两位天下第一 杨过是金庸笔下非常有特色的一位男主角 杨过在十三四岁就生的梅青木秀 以至于杀人如麻的李莫愁 被他抱了之后骨软鸡麻 竟不舍得对杨过痛下杀手 杨过由于太俊美 就连古木派的孙婆婆都为他舍生忘死 最终带着杨过拜了小龙女为师 又过了几年 杨过越加长身玉立 小龙女 成英 陆无双 公孙绿鳄 郭福 他还是金庸笔下最具有武学天赋的男主 没有之一 杨过在二十岁的时候就能及百家之长 王重阳的全真剑法 重阳一刻 黄药师的弹指神通 欧阳峰的蛤蟆弓 逆转经脉之法 红旗公的打狗棒法都被杨过烂熟于胸 等于说射雕五绝中除了一灯大师之外 其余四绝的绝技都被杨过学了去 在杨过二十岁的那一年 他还历经奇遇 练成了大乔不公的玄铁剑法 在重阳宫一战封神 打得金轮法王就此退出中原 长达十六年之久 杨过在三十六岁那一年 更是非同小可 他以黯然神伤为异境 自创了一门武功 换作黯然销魂掌 在襄阳城一役中大显身手 击败了金轮法王就出了被困高台的郭湘 随着杨过带着小龙女 在华山之殿和群雄做一告别 这一位武学奇才就此退出了 这纷纷扰扰的江湖 不过结合金庸的其他著作来看 杨过的武学配置 看似随心所欲 完美无缺 但杨过却半途而废 抛弃了一门神功 提及杨过抛弃的武功 你第一时间会想到哪门武功 有的读者会说是九阴真经 只因杨过当初在古墓学的重阳一刻 是残缺版的九阴真经 杨过会弃之不用也说得过去 不过百年之后的一天时代 杨过的后容黄山女 却施展九阴真经里的九阴白骨爪 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周芷若 可黄山女的武功 似乎不在张无忌之下 但和一天第一高手张三丰 还是有点差距的 其实杨过抛弃的这门武功 并不是九阴真经 而是他花费无数心血练成的玄铁剑法 那时杨过被郭福斩断了一臂 他不愿死在郭靖黄荣面前 于是跌跌撞撞的冲进密林之中等死 不曾想杨过竟遇到了一头大雕 大雕颇有灵性 不仅先来扑取撕蛇蛇胆 给杨过补充体力 还带着杨过去了独孤求败的剑种 杨过通过自己的努力 终于练成了独孤求败的玄铁剑法 不过杨过自己也知道 独孤求败还有木剑以及无剑两种 更高深莫测的境界 于是在等待小龙女的十六年里 杨过打算苦练独孤求败的剑法 以便练成孝傲时代的独孤九剑 可杨过却发现收效甚微 最后硬生生放弃了独孤九剑 转头自创 黯然销魂掌去了 书中是这么写的 杨过日日夜夜勤修内功 惊炎剑术 杨过用功虽勤 内力剑术却近斩军威 直到自己修为 本来已知颇高境界 白痴干头再求进步 时甚艰难 道也并不烦躁 心想 我持玄铁重剑 机翼可无敌于天下 而且通过以天屠龙计的设定来看 杨过最后彻底放弃了独孤九剑里的玄铁剑法 只因杨过竟将玄铁重剑流赠给了郭湘 以至于玄铁重剑最后被郭靖黄融融了 重新打造了一把以天剑和一柄屠龙刀 没了玄铁重剑 杨过如何施展玄铁剑法 杨过自己也不知道 他彻底放弃的这门武功 竟在孝傲时代成就了两位天下第一 第一位天下第一正是剑宗高手风轻阳 他的独孤九剑 必然练成了最后一世破棄式 如果让风轻阳手持长剑杀上黑木崖 以他一人之力 就能横扫整个日月神教 就连东方不败也要陨落在风轻阳的剑下 第二位天下第一则是灵狐冲了 在陆顶纪里 锦庸借着城关和尚如此说道 古人说道 武功到了绝顶 那便灵阳挂脚 无际可寻 听说前朝有位独孤求败大侠 又有位灵狐冲大侠 以无招胜有招 当是无敌 这样看来 灵狐冲在笑傲江湖的末尾 虽有些孱弱 但灵狐冲后来经过努力 也练成了独孤九剑的最后一世 加之悉心大法和一斤斤的加持 灵狐冲没过几年 就成了一位内外兼修的超级高手 又过了几年 随着风轻阳寿终正寝 中年灵狐冲则更是所向披靡 成了披靡天下的第一高手 这也难怪城关和尚会将灵狐冲 和独孤求败并列在一起 说他们无招胜有招 当是无敌 综上杨过自己也不知道 他放弃的独孤九剑 近在笑傲时代成就了风轻阳 灵狐冲两位天下第一